大家好,我是中央大学的曾国施老师 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消毒机器人的专例 是由我跟周志远先生所共同发明的 这个专例的概念就如这个图所示 我们有一个三维的空间 然后我们可以在空间里面设定一些消毒点 然后机器人会自己算出一个最大覆盖的路径 去执行这个消毒的工作 好,那从2020年开始 我们大部分的国家都开始陷入隔离 然后封城,然后在解封 然后这非常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健康跟经济层面 然后就是这个需求 那我们去思考这个专例 那这个专例的技术图本来说 我们跟市面上的消毒机器人不太一样 所以市面上就是只能遥控建立地图 或是自己手动设定一些消毒点 那我们这个技术是可以让机器人 自己全自动去建立3D地图 好,自己去消毒这样 然后我们的方法是利用这个 覆盖函数的数学特性 所以机器人可以很短的时间 就算出很好的覆盖率 那除了简单以外 它也有一些理论保证值 好,所以我们的应用就是 比如说可以在医疗空间 或是确诊者活动空间 去执行消毒的动作 好,那这个习制技术 大概有分两种 第一种就是 现在已经有在医院使用 比如说 它会先建一个2D的地图 然后这个消毒器人 就会在这2D地图里面 跑来跑去去消毒 那这个缺点就是说 它只能消毒到2D的范围 但它不知道3D的空间里面 到底消毒到哪些东西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是一台机器人 它有机器手臂上面 有挂一些纸外光 好,那这个优点就是说 它可以用在3D地图 然后加一个机器手臂 这样去消毒 那缺点就是 它没有一些覆盖理论保证 它可能也需要遥控 而且它也很贵 所以基于这些 我们想出一个方法 想出一种消毒机器人 就是我们利用人工智慧的技术 规划一些消毒点 然后取代这些复杂的结构 那我们这个发明的机器人 成本很低 小于3万块台币就可以做出来 然后它的计算量也低 然后它可以有覆盖率的保证 好,所以我们这个流程呢 很简单就是 第一个先建立3D地图 第二个自动规划消毒点 然后第三个再自信消毒 好,那这边就是我们的机器人 就是机器人平台 那有个深度相机 然后再一个紫外光消毒装置 那这边可以看到机器人 基本上就可以 建出地图 这是一个3D的地图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它消毒的地方是3D的哪一些点 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最后建出来的3D地图 好,有了这个3D地图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来做消毒 但这个就是最困难的地方 因为这是一个三维的空间 然后假设我们的目标是10分钟内 然后尽可能在这个地方消毒 然后杀死新冠病毒这样 那以我们这个发明的紫外光消毒 我们算过那个计量 它必须在1公尺内的距离 然后持续照射1分钟才能有效的杀死新冠病毒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等于说我们如果是10分钟的话 我们大概只能选10个消毒点而已 那假设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选定20个消毒点 可能的消毒点 然后从这里面去选10个 那你要去算出它的最大覆盖范围的话 这个大概要算20年 那用我们的方法 大概1秒就可以算出近视最佳的覆盖范围 我们这边有一个动画就可以显示说 用我们的方法 这是20个点 可能的点 然后这是我们最后选出来的10个点 然后绿色的地方就是它消毒的范围 表面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可以很有效 短时间的就可以覆盖大部分的面积 好 那算完这个10个消毒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执行消毒的动作 机器人就会跑到每一个 刚刚选定的消毒点去消毒 然后每一个要停留1分钟 因为我们算过这样的剂量 才有办法有效杀死新冠病毒 这就是我们这个发明专利的主要概念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写信 跟我联络 跟我联络